在塞尔维亚租房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现在所在的城市位于塞尔维亚北方的苏波地查 距离匈牙利直线20公里 然后今天刚好搬过来 我现在已经联系了房东 一会儿他就会带我们去看房 我的这个房东身高至少有两米 因为我一米九 你看他个子比我还高 现在跟着房东去看他们的房子吧 Let's go 这个是公寓的卫生间 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该有的基本上都有 洗手间的旁边就是一个单独的卧室 然后还有一个客厅 我提前已经把东西放好这里了 客厅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沙发床 从这个门打开 还有一个小阳台 他自己种的那个鲜花 平时的话会在这里坐下来喝个咖啡 然后享受一下这个湖边清新的空气 Oh 傅里面的空气 Oh have you been to 上海 Yeah I've been in 2015 in 上海 and Beijing You like it? Yeah very much 这个是老板去上海然后拍的照片 他非常喜欢中国 然后就把这个照片打印了出来 贴到他的那个公寓里面 老板他站在那个门上还有那个门口 我觉得大家一定对这个房子的途径很感兴趣 因为这个是一个边境小城 然后在靠近薛拉利的地方 所以它的途径很便宜 一个月的话只要200欧元 但是水电费还有网费需要您自理 大概也就是100欧元左右 相比于那个首都贝尔格莱德 大概便宜了100欧元左右 这个